大家好,我是麦子轩的讲师,我叫马锡林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第六讲 第六讲就是CCL540核心版的硬件资源 我们从几个地方去讲一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板载资源 一个大体的一个介绍 看,这是温湿度传感器DHT11的 然后这是一个天线,这是PCB的天线 这是SMA的天线接口 就是那种可以加一个棒形天线那种 然后这个是核心版 然后这个是接电器的一个接口 这是USB转串口的一个芯片接口 然后这是一个显示屏 就是那种液晶显示屏的一个接口 它采用的是SPI的接口 然后这个是USB接口 这是给它供电 还有USB转串口的那个 这个是芯片嘛 这个是USB转串口 以及供电的 USB供电的 这是就是显示屏的固定的一个端口 又选择哪一边 然后这个就是电源的开关 然后这里是一个稳压的AC 它是稳到3.3V 然后这是电池的接口 电池接口这里采用的是那种锂电池的供电 它有两种供电方式就是USB的和那个锂电池的 然后这里就是复位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普通的按键 就是普通按键 然后这个是4个LED 然后这5项按键 5项按键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上下左右这种 然后前后这种这种东西 这种它有五个方向的这种按键 然后它的话它就是 然后它五项按键 它会有一个五项按键的一个芯片 然后把它接到这个处理器上面的话 你就可以检测五个方向的那种按键 它每个方向对应不同的那个材道的电压值 所以就可以判定不同的方向 然后这是光明传感器 然后这个是气体传感器的接口 然后这个是人体感应的一个接口 就这里 然后这是五项按键的标准电路 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处理的一个AC 然后这个是一个MPU6050的一个六轴传感器的接口 也就是加速器啊 陀螺仪这种 然后这是debug的接口 然后这个是GPU的扩展接口 然后这个是那个八轮天线 然后这个是37兆的一个金正 然后大概的话就是板准之间就是这样 我们具体分析个别的那个电路的设计啊 这个说到八轮匹配电路的话 我们比如就除了蓝牙啊 什么ATSI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那种 对有RF天线的那种的话 它一般都是采用八轮匹配电路来做一个天线的收发 然后我们天线的收发 大概它的框架就是这样的 它就是两个引脚 然后各引出 然后这里的话就通过一些电感 然后电容进行一些 啊就是选屏嘛 然后这里就是有一个天线辐射出去 那么轻震电路的话 这个采用有两个轻震 一个是32兆的 应该是32.768K的 然后它的分别是接到 接到自己对应的那个接口上去就行了 然后然后再配一些启动电容 启震电容 然后它那个就可以启震起来了 然后这个是电源电路 这里电源电路的话 它是采用那个USB供电的 就是它USB供电 它可以这里作为一个USB转窗口的一个数据线 然后这里VC核间地就可以作为一个供电端口 然后有另外一种供电方式 就是可以选择 这个电池供电的 也就是锂电池供电的 它通过一个稳压芯片把它稳到3.3V 它这里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里看没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USB的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那个转换芯片的 对不对 然后它的电池呢 它电池的接口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电池的接口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下那个AED的电路 AED电路它这里是采用的 就是负极接地的个方法 然后这个D4的话 AED4的话 它是用一个开管来控制 也可以用一个开管来控制 也可以用单片机这边来控制 然后剩下的123N 这个的话就是直接用那个单片机去控制 然后它的电路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电路 然后也有一个 这个按键就是控制AED4的 对不对 然后这里是一颗五项按键 也就是上啊 左啊 右啊 下这种 对不对 然后下面的话 我们就讲一下那个显示接口 它显示接口这里采用的是SPI的一个接口方法 它这个是一个SCL是一个时钟线的 然后这里是一个数据线的 这个是一个负位的选通的 这个是DC的 DC的角 这个是电脚 电源脚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那个fix 就是AED固定一个按键的 就是那个固定的固定端 也就是刚才这个地方 看的 就是这个对 AED固定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就讲一下串口电路 这里串口电路 它是用PL2303的 它是通过USB 然后接在这个芯片上面 这个芯片上面就转成TTL的串口 然后就跟灯面就进行相互通讯 然后我们一般开发板的话 都是采用这种电路 采用这种电路通过USB准串口 然后可以通过电脑这边跟它进行一些相互的通讯 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那么今天这个就讲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去详细的看一下每个地方的一些东西 这些只是说这些接口接口的只是说它预留了一些就是相对应的接口上来 但是它并没有把这个传感器弄上来 如果你要搞这种传感器接上来的话 你就要自己去买一个传感器 对应的传感器 然后把接口接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再写一些驱动的代码 或者它你买这个传感器的时候 它会给你一个代码 然后你就把它弄上去 然后进行数据的采集啊什么这些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的话就这样吧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板子的话 跟其他板子或者其他那种芯片的开发板有什么区别 然后有什么相同的点 谢谢